我军的宣传部门近来都在重点关注航空兵的建设 这两天的关注对象又转到了海空军的轰炸航空兵部队 也就是被各种轰流的飞行员们 对他们苦练掠海飞行低空突防进行了重点报道 其中挂在实弹贴着海面飞行 宛如在刀锋上跳舞的画面更是非常有冲击感 这种低空掠海飞行对飞行员来说是技术上的一种极大考验 技术不过关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 轰炸机机身庞大操纵享用速度也慢的感人 进行这种低空掠海突防飞行 那操纵上一点点气微的误差 带偏了一点感量或者多踩了两秒的舵都可能直接坠海 晕策轰炸机坐舱的视野问题 飞行当中直接判断高度的气微变化也是相当困难 但一两米的高度误差 那很可能会直接导致险情发生 可以说处处都是对飞行技术的直接考验 而我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们 可以轻松的常态化进行这种突防训练 也是充分展现了他们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训练水平 另一方面 我国的航空工业部门对轰流这个老平台进行了充分改进 过度挖掘 用全新技术完全重构了老平台 才能让轰流的低空突防变得更稳定更容易 一方面是空军的轰流K和海军的轰流鞋 这两位新一代轰流重新进行了机头和机尾设计 优化了系统布局的同时增加了低空飞行的稳定性和可操纵性能 另一方面 对整个飞控系统的全方位更新 将原本的机械传统升级成了全套的电传系统 飞控计算机的引入 让整个轰流的飞行手感都变成了一架新世纪的新飞机 再加上机头 从人热领航员升级成了能够绘制地形的雷达 多种技术上的进步协作 将低空裂海突防从一种少数精锐飞行员才能秀的技术 变成了一种合格飞行员都能日常飞的本领 当然 考验归考验 危险归危险 这种低空实弹突防在实战当中的价值 那是完全在训练上和技术上投入那么大的功夫 这能让我军航空兵 对强敌的水面舰艇编队 进行空中战役反舰任务当中 打击作战的成功率 以及完成任务的生存力 都算很大一个台阶 初中物理知识告诉我们 电磁波自己是不会拐弯的 所以利用电磁波反射原理来探测目标的雷达 咱也就看不见海天线以下的目标了 而低空突防飞行正是利用地球曲率 把自己藏得更低 更晚的出现在水天线上 也就能更晚的被探测到 咱也就会更晚被拦截 低空突防的第一大优势就在于此 未来强敌的航母编队 肯定会比水面舰艇编队少得多 对于没有预警机站得高卡的远 提供预警支持的水面舰艇来说 红柳一个刺激编队的高空突防 哪能靠宙斯盾早发现早拦截 低空突防 那很有可能要被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直接饱和然后摧毁了 另一遍 低空突防也能极大的压缩 防空导弹的拦截射程保险 防空导弹的所谓最大射程 那都是对空中目标来说的 在超低空远程防空导弹 很有很大的一块包线空白区 这一段防空导弹的射击盲区 就是低空突防的生存能力来源 在标准的ESSM的拦截包线外 就完成投弹迅速发号 不被拦截 那当然就是最好的生存力保障 也不能收掌握了低空掠海突防 我军的空中战役反舰作战 就万事大吉了 苦练低空突防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 进行技术上的发展 那更是重重之重 最早的英机83之类的 亚因素掠海反舰导弹 肯定是不行了 这种导弹在十年前 我军自己海装的论证 和模拟当中就被证明 对隐身导弹或者轻型护卫舰 命中率都不超过10% 更不要说 具有完整的区域 防空能力的遁舰机群 往前去几年 在美军的标准6还没有普及 防空系统上 CEC和NIFC CA也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英机社当然还能算上好用 射程够远 而莫等辽马河因素 掠海图防对美国海军来说 确实是个头疼 难以拦截的目标 但是美国海军现在 已经完成了 NIFC-CE的能力建设 完全有能力在 400千米距离上 利用预警器 或者前沿舰艇 提供火控数据 后方防空舰艇 发射标准6导弹 在红6K节 飞肉反舰导弹射程 发射英机12之前 直接对机群进行防空拦截 这时候 再靠英机12进行反舰打击 对我军的航空兵 战役反舰作战来说 就变得相当危险了 我军目前还需要一款 比英机12射程更远 突防能力 也更加鲜险的反舰导弹 来作为海军 轰炸机部队 执行战役反舰任务时 趁手的武器 好消息当然是 集体我军多型 反舰导弹的下一代 通应型反舰导弹 已经在延日阶段的末尾 要不了多久 这种21吨弹 弹精的通应型反舰导弹 也将揭开神秘的面杀了 这款空射 射程大直径 垂直发射 和潜射三机通用的 助推翼滑翔式 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必定会成为我军的 反舰作战能力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届时带着六法 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拦截更是困难的多的 新型导弹 进行低空略海突防 那反舰能力就真的 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轰炸机威胁巡航 外机跟踪上船下跳 解放军不去威胁 勇敢逼退 目前解放军 已经装备了轰6K 这款准战略轰炸机 在轰6K的基础上 还有具备 空中加油能力的 型号的出现 从而可以扩展 战略威射能力 通过换装第三零 窝上发动器 让轰6K 以及改进型号的航程 和武器挂载能力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近年来 轰6K多次出现在 解放军威慑 巡航的任务中 最近就有两架轰6K 准战略轰炸机 执行了贴近日本的巡航活动 活动范围包括日本海 东海和西太平洋 并且和俄罗斯空军 联合举行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空军出动了 图95MS战略轰炸机 中俄的联合行动 展示了双方的战略目标 是一致的 在解放军执行 威慑巡航行动期间 经常会有外籍 跟踪的上传下调 目前官媒公开了相关的信息 在解放军轰炸机 执行任务期间 就有国外出动战斗机 对解放军的轰炸机 进行了跟踪和监视 根据日本防卫省 综合幕僚监部 公布的消息判断 日本航空自卫队 经常出动战斗机 对解放军轰炸机的 威慑巡航行动进行干扰 日本的出动战斗机 多为F-15节 D节战斗机 F-15节D节战斗机 是日本从上世纪 80年的引进 目前还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主力战斗机 根据航空世界统计的资料 日本还有201架F-15节 D节战斗机在服役 面对外机的干扰 解放军不具威胁 通过两小时的交锋 解放军勇敢逼退了外机 轰流系列轰炸机 具备长航式的特点 因此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和外机周旋 诸如日本的F-15节 D节战斗机 是出了名的腿短 就算携带负有效 其滞空能力也是相当的差 为此不得不进行轮换的方式 来实现持续的跟踪活动 因此解放军轰流轰炸机 是占据了有力的地位 可以以异代劳 未来如果解放军具备 空中收有能力的 轰流系列轰炸机 将会更加具备优势 日本航空自卫队 除了拥有F-15节 D节战斗机之外 还有F-2A B多用途战斗机 和F-35A战斗机的装备 不过F-35A闪电2战斗机 目前还不具备多少作战能力 因此日本不会拿出 F-35A战斗机进行显摆 日本是美国的盟友 因此可以从美国采购 F-35A闪电2战斗机 除了购买F-35A之外 日本还采购了42架 F-35B战斗机 准备用于出云机航空母舰 日本总共购买了 147架F-35战斗机 在装备规模上仅次于美国 从解放军逼腿败机来看 对解放军轰流系列轰炸机的 威慑巡航行动 包括日本在内的是相当的不安 解放军不仅仅在第一岛链 海域内展开威慑巡航行动 而且还具备进入西太平洋的能力 之前解放军就有轰流系列轰炸机 通过穿越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执行军事任务 外军的上传下调 已经说明了解放军 威慑巡航的重要意义 如今解放军已经在亚太建立威慑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解放军的战备能力 将会载上一个新的台阶 动用轰炸机执行 巡航会是建立威慑的重要方式 美军此次派出驱逐舰 穿过台海 极有可能是为了呼应台军的 决战海域演练 但是台军在进行此次演练的时候 洪流突然出现在东岸沿海 让台军的作战演练成为泡影 未来解放军攻台 可能会先拔掉这颗钉子 海峡两岸新闻近日报道 台防务部门日前下令 台军海空两大作战部队 要在台东部沿海地区执行 潮泰化演练 目的就是为了模拟 抵抗解放军下一步 可能进行的战机攻台 此次演练被命名为决战海域 主要内容是协调 各防空力量集中火力 抵抗解放军的空中打击 保护台军作战收纽 提高台军迎战能力 但是台军此项演练 开始当天 解放军轰流轰炸机突然现身 让台军的反抗计划成为泡影 台防务部门一直认为 实战化的模拟训练 能够快速的提高台军的作战能力 台军意图以实战训练 和模拟抵抗为抓手 达到随时能够迎战解放军的目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两岸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科比性 台军即便再这么延连 也不可能招架得住 解放军的火力覆盖 忽略作为我国 解放军目前服役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抵近台东外海 就是要告诉台军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两岸本是一家人 岂有妈妈动手打儿子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